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里空慌慌的 说的我也怪别扭的 昨天夜里拍了 那可能我拍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时差的原因 那朋友没看着 昨天挺晚的拍了两个 其实今天呢正好是 有另外有两个人说 说这个石涛讲节目 哎呀 他一期节目讲那么长时间 这开场白他就嘚巴嘚巴 另外那人说 他就是画牢 虽然大了他就画多画牢 他不能不说 他节目是最快 而且很多消息 因为消息我们都是从 最大最可能的 大新闻中看到 而且在随着时间 所以又看到很多中文媒体 被中共影响 太深刻 包括大媒体 政府支持的 有鼻子有眼 大媒体 在他的用词上 在他说法上 他有些东西是翻 以英文翻过来的 可是在我个人眼睛里 因为我们最近用很多英文的 媒体的 在我个人眼睛里 那媒体中 人家原文中很多精华的部分 在这些中国人的眼睛里 他没认为是精华 他给删掉 挺可惜的 我个人觉得挺可惜的 很显然在 在中文媒体中 很多人是从大陆来的 从大陆来的观念不改变 他的 他自我意识不改变 在他的现实上 他很努力 我个人觉得都挺努力 但是在他现实环境中的 伤害蛮重的 就像刚才那朋友 他节目 你看看看看 转三圈 你还得回来看他的 跟别人不太一样 他就是前面啰嗦 你就这么的看我节目 还觉得前面啰嗦 就一句话 这地球上的一切 都是人造的 人哪来的 爹妈一高兴来的 这是原来在北京 我们说的很通俗的一句话 那原来的话 不太好听骂人的 骂人的 但他真的是说这个道理 懂得了人 你就懂得了一切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分享的 尽可能分享的故事 就是人的生命的内在 我能理解到他的本质 一切的本质 有谁去说习近平自卑造成了今天的场面 但有多少人中国人不自卑 在外头横讲 你就是种族歧视 歧视你个大头鬼 自卑狭隘下贱 用歧视给自己找权利 自己就是自卑者 真没出息 那一块破肉 有时候我看就说 真是的 有时候是 我心里都觉得 什么东西 歧视 那你在那干嘛来呀 对吧 北京人歧视的多的是 你看河南保姆 你看上海人 到处都是歧视的 对不对 他都不认为那是歧视 他牛叉牛掰自负 就这个 有上海人你别生气啊 我说是这意思 北京也遮得 对吧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过那个当官的 所以就是我印象非常深 就像那部长楼 咱说李锐他们家 咱去过 那院里都清楚 家里有过那样的 那样的所谓的亲戚 那人家看你的时候 哎哟 哦 哦 这是 这是咱家谁 哦 那呀 到外头还种族歧视呢 这个就是这个社会了 你看那城管对那个卖摊的 谁歧视谁呀 你们怎么不去张上去 你哪么反抗一下 替那练摊的说一句话 你屁你都不敢放 你放个孽儿屁你都怕把那城管给熏住 把那警察给熏住 你怕他打你 什么东西 真的有时候我想起来 真的是 真的是让共产党中国人毁的不是人的样 真的毁的不是人的样 但他没有意识 真的没有意识 他说陶哥有急了 不是 有时候想想 真笨啊 太利益了 太势力了 太利益太 我们在开头片都讲是这个 今天是3月11号 当年 当年日本大地震 当年日本大地震 台湾的人 中华民国的人 捐了很多钱给日本 在整个日本社会带来重大的 非常震动的影响 早晨 我看金日点击 看东西的时候 无意中就有一个台湾人写了一个 他是个写博客的 他就记起几年前的一件事情 我看挺感动的 他说 在大地震后的第三年是第四年 他到京都去玩 但是在计划 就是旅行计划是提前订好的嘛 便宜嘛 结果呢 在临去前 他遭遇了 他仕途中 就是他生活中遭遇了巨大的一些 一些麻烦 一些坎坷 还没说是什么 所以他去京都呢 旅游呢 就心情很 很低沉 很郁闷 很闷 但看起来是他个人一个人去 他没有办 在一天京都晚上的时候 他就走到了一个餐馆去吃饭 餐馆人很多 没有位子 直在靠门口上有个位子 他就坐着吃饭 他就一个跑堂的 小伙子 后来小伙子直接就问他 说你是哪儿的人呢 因为台湾 台湾 东南亚 台湾韩国 到日本旅游的人很多 他说我是台湾人 然后小伙子一听台湾人 然后他就点碗面 听起来就是一碗面 然后过了一会儿呢 这个小伙子跟这个老板娘 就站在他面前 给他鞠躬 他就有点懵了 他 他 我鞠什么躬啊 这是 鞠 鞠一个又鞠两个 又鞠三个 他就有点不 然后那个老太 老板娘跟他说日文 还听不懂 听不懂 后来老板娘拿个纸 拿笔就写了 说311 指今天 311大地震 这个非常感谢台湾人 对日本人的帮助 因为他是捐了很多钱 这让他 让他就有点 因为很多日本人 都是可以写中文的 正体字啊 没人写简体字 大陆人才写简体字的 你看那个 那个有些海外的中文媒体 你看他就是写的简体字 他原文就写的简体字 里面带有了很多 共产党文化 很多的共产党文化 大多建立在无神论的基础 丛林法则的基础 他自理行间透显出 不是生命的感触 而是自卑与自负的 傲慢的心态 那个自理行间中 你全看出来 没什么吹牛的 就像我跟大家说 我说那女孩没干好事 一看脸一看就知道 那个人昨天晚上淘气去了 一看就知道 所以精英文化是狗屁文化 精英文化都是表面 就像这西服领带一样 脱了就是一块肉 就是这表面西服领带的很多人都穿不明白 对吧 而很多穿明白的是骗子 现在就这社会 一看就是骗子 那骗子在哪呢 他身上都给呼上了 这脸他呼不住 那眼睛他呼不住 我没跟你说吗 很多男人的眼睛不能够停下来 你就说 哎 你到这 你那眼神停下来 你停个半秒钟行不行 他停不下来 很多精英就这个 所以我看着他都忙着 他累死你小妈妈高的 开玩笑 回来说那故事 这个人呢 哎呦就听明白了 然后他就赶快回礼了 他还挺感激的 他说 其实我没做什么 我就是个台湾人的 我没做 他自己也承认 他说当时311的时候 我也捐了点钱 那我也没钱 我没捐多少 我是捐了点 他说没想到 老太太呢 就跟这个 这个老板娘呢 就跟所有吃饭的人说 在店里吃饭的人说 他说所有日本人 那就是日本人了 对不对 那所有日本人就站起来了 跟他鞠躬 给他鞠躬 哎呀 鞠着他就有点 他说 终身难忘 终身难忘 低水之恩 永泉相报 一个互相持的陌生人 那根本他意想不到的 一个人的 简单的 那根本谈不上一句 他自己也说 这谈不上一句 他就说 他就这么件事 那发生了 人家有灾了 那我就觉得 人就应该伸把手 他说没有什么 他说那我就有点 承受不住 整个这屋里吃饭 这么多人 跟我鞠躬 我就 他就有点受不了了 他就 但是他很感触 这个民族 很感触 人家这个 知恩感恩 相报的这种态度 那我个人看后 我也挺感触 后来这个人 他喜欢到京都去 每次去京东 他一定到这家吃饭 有点像那个 有点像韩国电影 辩护律师那个 那些场景 很类似 但是他提到一个神奇 他说非常神奇的事情 他本来是非常傲丧的 但是呢 那一个场面经过之后 他人完全改变了 他说后来接下来 在京东的几天的 这个游玩呢 他内心非常舒快 他说更惊奇的就是 他来之前 遇到的很多麻烦 他说我没想到 回去之后 一切都烟消云散 一切烟消云散 他说这个实在是没想到 他总结上呢 有那种善的力量 之含义在起工 而很多麻烦 是跟自己有关系 跟自己有关系 当你不看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当你把自己的得失 看到一种过程的时候 而你用人的话 普通人的话 就是感受到人间的爱 其实不是 在我眼睛里 他是一个生命灵魂的 一种正的 真正灵魂的一种碰撞 然后他就 他写他后来几年之后 他坚持要请这个 这个叫什么 老板娘到台湾去旅游 最终孤怨了 人家去了 然后他就陪着人家 俩人也不知道 怎么能说清楚 还说他日文实在太差 那个人也不懂台湾 但就这门故事 发生在几年前的今天 所以这是我想说 我们眼前看到的东西 我一直跟大家讲 眼前看到的东西是过程 在过程中 能够唤醒自己魂魄的一面 魂魄 我们每一个人的魂魄 就斩居在我们自己的肉身上 它是两个生命来的 而这一副肉身 离开了魂魄 就死他 植物人恐怕救折 植物人恐怕救折 所以他也是活的 也是死的 通常我们叫活死人 也正是因为魂魄 跟人是两个生命 所以胡黄白柳 是可以附体的 胡黄白柳 把你的魂魄打出去 他就上去了 所以达吉尼 我就说达吉尼说是人 还是狐狸 没人敢答复 今天满街都是狐狸 满街都是狐狸 对吧 而太多的男人觉得很有趣 你满足不了他 他使出浑身的解数 来抽你的精华 你就感觉很欢快 有另外一个 应该是在新西兰的一个女人 她录的视频 她劝那些假富豪们 中产阶级的男人们 你们别出国 你们别出国 你们出国了 你曾经拥有的一切就没了 我们如果有时间 跟大家分享那个 所以这段故事 是发生在今天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鲍尔博 鲍尔博被 这篇文章呢 他应该是澳洲媒体登的 澳洲媒体登的 结果他评价的是鲍尔博的话 香港媒体把它翻译成中文 认为鲍尔博是美国政府中最强劲反共的人 强劲反共的人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呢 他的位置仅次于国务卿 是在美国政府中身居第三位 公布今年财政预算前夕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鲍尔博透露 如何应对中共政权 对美国生存的威胁 是这一份预算案的重点之一 这厉害了 那华为你告吧 这事告不完了 如何应对中共 对美国的中共政权 对美国生存的威胁 是该预算案的重点之一 所以那这么说 那是非常厉害 而他直接讲了这是白宫 这是川普的预算案 在今天中美贸易冲突 最终无果 很可能无果的背景之下 而华为却去在上周五 上周四直接状告 川普政府的背景之下 你再反过来看一看 这是美国政府 波尔顿直接了当 强硬的回应 强硬的回应 习近平华为 状告美国政府的做法 状告美国政府的做法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直接了当 中共政权利用智库 都是假的 民间组织 包括各社团 孔子学院影响美国 澳大利亚公众意见的力度 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 都要强 相比之下 俄罗斯的黑客 干预美国选举 小无间打无 那这里他的说法 就透显出来 要打击所谓的 中共政权的智库 各社团的民间组织 凡是为中共处理 孔子学院 您直接了当 那这里他 因为是欧洲媒体 澳洲媒体 澳洲媒体 当时澳洲姓黄的生意人 被澳洲政府剥夺了 他澳洲的 澳洲身份的申请 而且去掉了 他的澳洲的绿卡 200多个华人团体 那华人团体 大家别把它当回事 很多人都是一个人 或者很多人 这个华人团体就一个人 很多是一个人 成立十个 二十个华人团体 全是骗人的 全是骗人 你看那个 什么环球时报 在国内跑 中国 华人媒体 瞧借 瞧你什么瞧借 对不对 这头说瞧借 那头给钱 骗的是中国老百姓 那忽悠的呢 是这些做媒体 他的工作 因为他要挣钱 骗人的那些 在海外骗人 那些所谓的华侨呢 那是他生存之道 一个字都是钱 所以他自然就做 下贱的事情 我眼睛里就是下贱的 那布尔顿市 接受福克斯专访时 特别针对中共 在南中国海建岛 和部署兵力 提出了严厉批评 说形同建设 就是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做法 等于要建立出 它新的一个省 新的一个省 那这种做法 是被任何政府都不能接受 因为直接伤害到 整个国际社会 那是直接威胁和伤害到 整个国际社会 忽视国际社会 对主权的国际法上的约束 忽视了挑战国际社会 对中共的容忍度 而中共却是以主权的方式 来彰显出它 邪恶生命的本质 华为科技的晶片 荷埃哥科技的晶片 犹如叫蝶网迷魂 就这个电影 小说 小说里边的情节 我们也没看过这小说 可能看过这电影 可能有朋友知道 也可能拍成电影了 蝶网迷魂 中共暗中投下的秘密武器 必要时随时可以启动 对美国盟友来说 这是很严重的威胁 你看 我有时候觉得很有趣 我个人也都怀疑 是不是很多人 很多什么样的人 都在看咱节目 5G 华为的说法很简单 我们没有后门 他们开的都是窗户 他们没开后门 对吧 中国政府从来没要求 我们开后门 是中国政府都没要求过 法律上规定 你得有后门 不是你去开后门 那个鸡贼呀 我跟你说 那群男人 儿媳妇大肚装着那孙子呀 真的 真能 他不敢说反对共产党 但他敢说 是正的 中央电视台在北美的 那个记者姓麻的 叫麻静叫什么 给调回中国去了 他就在有关登记上 他敢说他不隶属于任何组织 这句话他说错了 共产党是组织 你看任正非从来不会说 我反对组织 从来没有不会说 我不听组织的 任正非说的是 中国政府跟我没关系 我可以不听中国政府的 但他一定是党的党徒走徒 他们有一个算一个 没人敢说 他们不听共产党的 没一个敢说 他们不听组织的 你看 所以北美那个丫头出事了 那是个女的 不用 你就没那老狐狸 那老家伙惊吧 那老家伙惊 那老家伙惊 所以那老家伙那么说 其实那么说 是因为上次有交代 这个北美这个女的呢 我估计是照猫画虎 按照你看 任正非那么说 我咱们这媒体够大 那中央电视台 什么国际台 什么派到海外的 派到美国那么大的机构 那我们不得 因为他被要求 弄成代理了嘛 所以当我们申报的时候 我们也借助人家 任正非的话 咱也来一把 而且借错了 把自己给赔进去 赔转回去了 弄回十几个人呢 所以这里他说的 其实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所以作为华为的单一产品 一个对一个 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如果他已经有的单一产品 包括他的手机 在5G的背景之下 就像枢纽管带一样 当他联为一体的时候 没人敢保证 那个时候 软体本身 你的软 你iPhone手机不是也隔一段时间 要更新软件吗 对不对 在他更 只要一更新 他就能联为一体 随时可以启动 他其实说的也是这意思 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这概念 什么叫后门 对不对 你们家开后门 媳妇溜出去方便 那叫后门 笨蛋 对不对 笨蛋 那个女人心里有个小窗户 她老想着别人男人 那叫后门 我相信朋友 这句话 这个例子就举对了 这就是真正华为的后门 男人偷偷想了隔壁的嫂子 一直没付诸于行动 那叫后门 这个例子举得太对了 都在物质上找后门 华为也说了 你给我拿出证据找后门来 他任正非在给孟晚舟 娶这小妈的时候 他叫不叫后门啊 他女儿都十几 那么大了 这孩子都没生的 牛脸 他牛脸给 给娶了个小妈 这个女的 他小媳妇八几年出生的 他女儿是七二年出生的 那叫后门 他任正非心里的花 想女人就想年轻的 这叫后门 刘强度 就想二十岁的女孩 多一天他不干 这叫后门 就这东西听得懂 这东西一举一下一通百通 对吧 人那头牛掰吧 人说你给我找出证据来 你给我找出废话 你问问孟晚舟 说她爹给她要找一小妈 你问她有没有证据 你问她证据怎么说 她顶多就是我那个爹 真没办法 怎么我怎么摊上这么个爹 我倒了八倍得了 她只能这么说 对吧 人家爹明媚正确 离一个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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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说中间有大扣的数 有重叠的数 你看见了 对吧 这就是党的 共产党员的最邪恶的诡辩论 拿上嘴唇骂下嘴唇 拿左耳头骂右耳头 对吧 看了半天一看什么 不是人 人叫高低动物 人没说自己是人 人叫高低动物 就邪了门了 所以说就共产党 他就 还要不是妖怪 谁是妖怪 中共透过孔子学 影响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名义 打着孔子的名义 宣传的是马克思共产党 毛泽东习近平思想 把孔老夫子 两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 给强奸了 你真下去手 你这个真的是强奸 跟孔老夫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用仁义理智信 作为欺骗的基础 招牌 说我开孔子学院 跟老外说 你知道孔子是怎么回事 仁义理智信 俏样子 这家伙 这是人中之劫 豪杰中的豪杰 人家听我 好孔老夫子 那是挺厉害的 骗子 对不对 骗子 所以华为这样呢 跟那个 王毅那样的说 我们不做沉默的高扬 你说叫不叫孔子学院 出来 咱就说笑话 别别别 就是说笑话 其力度真正的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 目标除了美国澳洲 还有其他我们亲近的盟友 问题的重点是这样下去 这个国家如何维持自由与开放的社会 你看 这是真正真正是要害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今年2019年的政府预算中 打击中共政权 从孔子学院到华为到他所有整个层面的中共到社团 中共渗透的领域 美国政府在预算中直接作为重点拿出钱来直接打 那习近平应该把这个把那谁告 应该把这个川普给告 在美国告 那你这种机会你要不用我跟你说 那不是晚了三春了 就像现在这春天马上就要吃香菜 不是吃香 香春 香春的东西太娇气 一开春就吃 弄点青豆弄点豆腐 太好吃了 一过这日子就完了就成臭春 一过这时间 就那香春长出一点点的时候 一过这阶级就完了 臭了就 黑客干预美国选举 那美国也很担心 中国也如此之作 这是澳洲的新闻媒体报道 所以我眼睛里这是相当直接了当 如果华为想告的话 可有的告 那边李克强印票 你这头就告 你这头就告 然后请美国人在美国法院 你把钱也让美国人致富了 告美国人 美国法院利用美国的法律 让人告了 是人吗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